主啊我看祢用雨中的哭泣 用我心致辞不予的爱意 主啊我看祢用江湖的亲密 用我心步步跟随的回忆 因为你有了受苦的心者 你就能在一切事上对于我们的主有顺从 我现在就不再念受苦了 还有受苦 他几乎每一章都在那讲受苦啊受苦啊 为什么 因为彼得的那种成熟造着他的分 他很懂我就是个御父嘛 我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 没有读过太多的书 那我这个人呢也没有见过大的世面 如果我见过就是那条破船 这条破船我一天还跟主讲 我把一切都劈下跟随你我要得什么 说起来可笑了 一个小孩讲 我有两毛五爸爸都给你了 你给我什么 这爸爸讲你这两毛五啊 今天中午那个饭钱都不够 但是我还是愿意多多的给你 他里面很懂啊 我这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性情急躁的人 在主的怜悯里我能起来服侍他 虽然我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呢 现在我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他对受苦那种心智真赏 我愿意 我愿意 有一天我和几个全世界英语的讲 我说你们应该考虑啊 不要留在这一带了 走吧 走了 都到别的地方去做工去吧 认认所跟他们讲 我是有点紧张 人才不出来啊 这个人是不能走的 走了就会有真空的 但是我衡量一下 为着他们还得走 他们就说去哪儿啊 我说去哪儿都可以 非洲不是一大片都空在那儿吗 马上一个弟兄讲了 哎呀非洲太苦了 我就没有说话了 我里面有很重的感觉 弟兄没有用了 受苦的心智不是受苦 你不要告诉他 抓我到非洲去 到那个月季中间去 不怕生命不怕什么 有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工 在家长 我说那个弟兄怎么样 那弟兄回答得很有意思 很好啊 还请个佣人 因为那里请佣人 五块美金一个月 所以还可以请个佣人 很好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请个佣人很好 是主的怜悯 去那里是个心智 我有个心智 我不怕什么苦不苦 一到一个感觉 哎呀这个美国啊 我已经享受惯了 过惯美国生活了 到什么地方就不能生活了 就完了 主在你身上就没有用了 这个人不能在主手里用了 不是说你一定要到非洲去 也不说你一定要到任何地方去 但是你的心智啊 主是随时预备好 我也告诉弟兄啊 我现在六十五 我也告诉你 我现在还愿意走啊 如果我可以走 我真愿意走 我一点不在乎 去非洲去哪走 什么样都可以 我去过太多国家 我知道没有一个地方人不能活的 没有一个地方人不能服侍主的 但是啊 你要有那个心智 你有这个心智了 主没有国家我不可以去 没有地方我不可以去 那就果然没有国家你不可以去 没有地方你不可以去 有什么地方是那么可怕的 人可以活是神造的这人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活 因为我们是黄的就比黑的高一点 没有这个事 只要是人都是可爱的 只要人都应该得救 只要是人就应该有福音传给他们 但是呢 是不是主的带领是另外一件事 主也许不会带领你去什么地方 可是这个心智上要我愿意到哪去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愿意装备自己三年 装备自己五年 装备的目的就是为主要到什么地方去 心血要开阔起来 连现在你们都要去 每个礼拜 每一周全时间的 都要有两天到新的乡镇去 劳苦去 带一瓶水带个面包就去了 当然是穿一天的福音去 过那种生活 不要过一个悠哉悠哉的生活 这个你看彼得在这里 怎么弄都是受苦 无论这样 你要受苦 只有在受苦里 才会产生了真正的顺从 所以他这里 第二章他不是先说到你要服从 第十三节 为主的缘故要服从 然后十八节 做家仆的要在凡事上敬畏服从 末了就是二十节 三章二十节 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 换句话说做仆人做错了 主人打的 如果你这个忍耐 有什么了不起 凡事做错都该打嘛 有一次就跟我讲 神公义啊 神公义啊 人坏受苦多 某一国家的人最坏 这个竹类啊 最坏 所以受的苦也最多 这是对的啊 你看美国人受什么苦啊 因为他不是那么坏 可是因为他不受苦 就放纵 美国人不饿但是放纵 有些人呢不一定放纵但是饿 那真是恶毒 满脑子都是邪的 他说你若犯罪挨打 你坏了就受苦了 有什么美名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当你服侍主人的时候 因为你啊坚持还要跟随主 以便我敬畏服从我的主人 另外一面我要跟随主 因为要跟随主 主人不了解 就给你特别的苦 在干人的夫人的心里就有 他的这个丈夫特别给他苦 因为他爱主 这我就回来说了 这个子妹也不要把丈夫逼得 一定要逼迫你嘛 我想可能是太属灵了 这个丈夫受不了 我是娶个妻子 我又不是娶个修女 懂不懂 这个怎么这么属灵 好了无论如何啊 彼得这里的话 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 再生乃是甜美的 但是你注意啊 不仅是受苦 是他的心智 这个顺从是他的生活 而他这个人 那个存在呢 又是连于主的 所以啊 第二十一节 所以你们蒙造啊 缘是为此 你们蒙造 就是为主啊 要活在神的旨意里 因为活在神的旨意里啊 受苦 有忍耐 这个在神来是甜美的啊 你们蒙造就是这样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连主自己也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角中行 然后他就说了 他没有犯罪 哎呀 这里描述主描述得太好了 简简单单几句话 第一个他没有犯罪 第二个呢 他不仅没有犯罪啊 他也没有犯罪的任何罪的显处 他没有犯罪 然后怎样呢 口里也找不出诡诈 主描述的话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前面不是说人是诡诈的吗 这里说 在主那里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别人怎么糟蹋他 被骂就是糟蹋他 别人怎么拿他来糟蹋他 他也不还口 他受苦呢 也不说威吓的话 如果那个时候 比拉多审判他 他对比拉多凶一点 我是神的儿子 你再干 我叫你到地狱中间去受苦去 本来你在地狱里边边 我叫你活烤你烤得特别厉害一点 你对我这么凶啊 没有 他说被骂不还口 受苦 受鞭打了 受苦 不说为何的话 别人怎么欺负他 他的反应啊都是从神来的 只有从神来的反应 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 这个审判呢 不光是审判那个说的 也是审判听的 在他那里无可审判 虽然无可审判 他也把自己交在那个审判的里面 神啊你审判别拉多 要审判我 在我这没有什么可审判 无论神怎么看他 都是完美的 但是那个榜样是对的 别人说你是冤屈你了 那记不得主耶稣的话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涅造各样的坏话 毁谤你们 说你的话 都是不知道从哪来的 涅造各样的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吗 涅造坏话的人 要受审判的 这个被说坏话的人 也在审判里啊 也在审判里啊 不要以为光是别人在审判里 我们都在审判里啊 有时候弟兄跟我讲 哎呀 这个讲到这个 弟兄说到我 真稀稀 我就觉得再替别人写传记 主弟兄是这样 我说从来 从来没有过 但是呢很奇怪啊 我里面也从来没有一次有感觉 应该写一封信给某人 弟兄啊你这样说我 见我的面好好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中间这么虚假 在后面说啊 主弟兄造反的 然后叫我里面 哎呀主兄你好 我里面那种厌恶 不是对那个弟兄厌恶 对那个情形那种厌恶 为什么人要活在虚假的里面 但是另外一面呢 我要告诉你啊 不仅念造坏话的人要受审判的 我们也得受审判 不要以为哎呀他冤屈我 冤屈你本身就是个审判的 没有主哪会有这些事啊 他说我们的主很美妙啊 他说他没有犯过罪 口里也找不出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受苦不说威嚇的话 只将一切啊交给那公义审判的 然后这样呢 这是他消极的 是在一切环境里啊 他所做的 积极的这样呢 他就上十字架去了 他在木头上 在他身体里啊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我常常想啊 有谁有这个技能 有谁有这个技能 这么多的闲话到你身上去 你还说我为你死吧 这么多对你的攻击 你还说我愿意去担当你的软弱 所以当主啊所遭遇的 你看在主的生活中 找不出任何事是有缺陷的 找不出任何事是离开神的 这样一位主 就我们来说是完美了 他说不够不够 我还要到木头上去 我还要到十字架上去 为什么要到十字架上去 我到木头上啊 要在我的身体里啊 亲自担当你们的罪 你们所有的失败了 软弱了 所受的限制了 你们这个诡诈的人 恶毒的人啊 你们活在这样可怜的情形里 我愿意怎样呢 我愿意到木头上啊 把你从这些情形里救出来 不仅我不反击啊 辩驳 你骂我 我也骂你 你说不对 我说你说谎 我找个录音带给你听 证明你说过 我就来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仅没有这些狗咬狗啊 这是狗咬狗啊 不仅没有这些狗咬狗 当我看见这个人呢 这样堕落 这样败坏的时候 我就到十字架上去死了 为了把这一般像狗一样的人呢 救出来 所以我到木头上去啊 在我身体里亲自担当了这些人的罪 这是主来说 就我们来说呢 他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呢 像罪死了 有一个说法 神成为人呢是这样的 但是啊 在这里他就画个点 把这个罪啊 就是炸弹啊 也连着他了 你看 在他这里啊 是完全完美的 没有罪的 但是呢 当他去十字架的时候呢 他有罪的样式 没有罪 他就把这一个啊 就带到十字架上也钉死了 就叫我们这般人呢 也可以啊 在罪上 像罪是死了 是我们呢 既然像罪死了 就得以像义活着 哎呀 这个太好了 这一段话太好 我劝你们把它背下来 他没有犯过罪 口里也找不到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也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一切交给那公义审判的 我愿意我们有这样的生活 也就是说弟兄跟我讲一些话 我这 啊 懂不懂啊 这个弟兄讲的 别人在说你啊 哎呀 但是还得学 我们还得学 你知道主耶稣是还更走一步 不仅啊 人无论对我说什么 我也没有威吓的话 我也不还口 不辩驳 然后这样呢 我把一切交给主 我是该受审判的 连主耶稣把自己 都放在神的审判里 更抗抗我们 对不对 人那些污蔑主的 是该受审判的 这主耶稣自己说 我也在审判的下面 那他在审判的下面 是不可判的 神怎么来审他 都要说这是完美的 这是一个无瑕疵 无点误的羔羊 是个完美的 然后他说怎样呢 我在我的完美里啊 去上十字架去 把你的软弱 把你的罪 把你的失败 把你的恶毒 把你那一切啊 不欠杠的羔羊 都担在我的身上 担在我的身上 我连着你这一切的软弱 都上了十字架 怎样呢 在我的身体里啊 我亲自担当了你们的罪 使我们这般在罪里的人 既然相罪死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说了 我相罪死了 这个难处在这啊 一个死的人呢 不知道怎么会 常常会走路 我们这般人都在罪死了吗 在罪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晚上会活过来 那么一下 活过来一下的时候 又是胡说八道 你要注意啊 彼得不太注意啊 有什么样的罪啊 犯什么样的罪啊 你看彼得这里不注意啊 但是一直注意这个人啊 你这个人要注意 不是你做你这个人啊 我没有说这个 又讲了一些 都是得罪神的 都是破坏教会的 都是教徒用姊妹不安的 都是戴监毁谤的 已经死了的人 不是怎么活过来了 然后再回去死嘛 人说出来的东西很难收回的 你要注意你的话呀 人出来破坏了教会了 很难让他建造 有一个弟子做了一些事 的确吹他教会 吹他完了他来找我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那种厌恶的感觉啊 他说我告诉你 我已经做了 我已经做了 就像一个女孩被糟蹋了 你现在怎么办 哎呀他那个话比这个还要出路 我没有反应啊 为什么没有反应 我吃听到一个人不相信啊 在教会有人有这个心情啊 我完全傻了 待在那里啊 后来我想起来 那时候我应该狠狠地骂他一顿 教会是给你糟蹋的吗 弟兄姊妹是给你糟蹋的吗 弟兄姊妹是垃圾桶吗 弟兄姊妹是哪让你拿来破坏的吗 弟兄姊妹应该好好单纯的 是有主不知道别的 是你把这些东西丢到他们里面 这是该的吗 但是那个人恶毒起来 他亲口对我讲那个误会 误会 那个里面动机的误会 他知道啊 基督徒纯真啊 肉体就没有路了嘛 要叫人的肉体有路 要叫人可以在人的方法里 搞教会生活 低贱做的 就是把他童真给他破坏掉 童真破坏掉了 人就失去争吵了 哎呀可怕呀 但是我也告诉你啊 你要注意啊 人说的话做了事 不是那么容易挽回的 但是激活你说的话做了事了 得罪住了 你再回到棺材里躺着吧 不要一天闹在那边跑嘛 你知道你在哪 你死了 你相罪是死的呀 最要在你身上活动的时候 不能活动了 因为我们相罪是死了 就得以相亿活着 这些地方当然我愿意告诉弟兄啊 这不是我的负担 我也啊 不愿意在这里多发挥 这里实在是要一个多少个聚会来讲 这几节圣经 但是无论如何你注意 相罪是死了 因为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 不要一个死人啊 在东跑西跑散播死亡啊 不要啊 因为你相罪死了 他说我是保护主的利益 主的利益不需要你保护啊 我怕你啊 是用主的利益做伤残弟兄姊妹的事 主的利益需要你保护啊 这么大的位主 但是你怎样呢 不仅要相罪死啊 你要相亿活着 哎呀 这个相亿活着太好了 有什么事了 那一件事 你也想要不做呢 我们有什么事了 我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